嘿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呢給大家帶來一部這個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啊 那這一場呢我們開局啊直接被對手啊0比9啊 那對方可以看到有這個直草啊 然後三井在前面啊狂轟爛炸完全守不住啊hold不住啊 那這一場呢我拿出的是阿牧 那我們還有一個隊友是花形 再加上我們家的鬼之籃板鬼之櫻木 甘霖老師 好啦那可以看到直草呢是這個 香港來的選手雷猴雷猴啊 好那另外的三井在上赤木都是專精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啊前面啊是如何被打趴 那大家也要知道怎麼樣呢盡量不要被打趴啦 那我們再看一下後面這個韌性啊直接給他反超起來 好跳球的話我對我們家櫻木啊是十分的有信心啊 來個十分吧沒問題啊 那我這邊往前一步就呢被直草干擾到這一球彈了出來 我發現阿牧第一球要是干擾的話基本上不太會進啊 那這邊呢對方的三井也回進了我一顆三不沾 結果球啊剛好被直草操掉 直草那邊出現一個大空檔還好球沒進 不過呢赤木搶下這個籃板 這邊的話我就知道欸幹我不行我要來防守這個直草啦 那這直草又漏掉了 因為我現在在想啊櫻木是不是守不住這個三井啊 所以我想要一起幫他協防 結果自己也漏掉直草 所以前面打的有點混亂 反而被這個一個走路上籃啊先拿兩分 好那這邊注意一下我覺得花形站在這個點位是非常好的 直接踩在三分線上 那有吃這個中距離再加上對手防守不容易啊 但很可惜啊這個櫻木感覺搶不贏赤木啊 那這邊被晃倒直接三分出手 這個沒辦法因為就是跌倒了 拔倒啊沒辦法啊 好那這邊呢用一閃傳球啊 結果啊被直草直接拿走啊夭壽啊 這時候我就只好挫賽 糟糕了結果呢櫻木在籃下也沒有辦法 這個阻止赤木空中接力啊 那這個開局呢很快呢陷入0比7的窘境 那這邊又吃了對方的三井一鍋 那再漂亮三井潛到這個地板球馬上傳給赤木 一個啊這個行雲流水的配合啊 我看的是啊如吃如醉耶 那我直接必須打破僵局啊我直接變化跳投啊 並沒有用帝王搶投啊 那這個順利啦偷到2分啊是一個空位出手 好做一下直草的這個時候啊他要突破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直接用帝王意識把他球給抄掉 但是我想要把這個球這個帝王意識留在三井轉身啊 所以我才沒有用 那這很可惜就沒跟到三井轉身 這個籃板呢櫻木掌握到了 魔物體 往前兩步漢地把衝軍 現在的比分呢來到了4比9啊 我們要想辦法再阻止對方啊 好那現在要注意三井的三分蛋 那赤木這邊接球之後 哇結果呢傳到櫻木的背上啊櫻木的背後 那邊有長眼睛啊 我這邊再一個一般的變換跳投 再偷到2分啊 那因為我在等啊看對方到底會不會來蓋我啊 如果他們會來蓋我的話 我就會考慮用帝王牆頭 好這邊咬咬 終於抓到三井這個轉身的漏洞啊 再拔一顆 鋸 比分呢已經來到了8比9 有沒有看到我們接二連三的這個反撲啊 我們的號角響起之後啊就沒打算停下來啦 好這邊赤木拳自己來夢幻五步干擾球彈出來 那花琴搶到這個籃板球之後呢 我呢回場注意一下這個細節 花琴幫我擋才往前走一步再拉回來 但很可惜被干擾到了但是 天之交指就是這樣好不好 我們球隨便投隨便進 不過說呢這一場這個進球率真的有點高 有點嚇到我了真的 運氣成分真的有點高啊 這干擾球都進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要問我啊 那這邊再投一次啊終於沒進了 如果這球再進了我心裡會良心過意不去你知道嗎 那這邊再嘗試一球球 球進 現在的比分呢已經來到了12比9啊 對方呢完全沒有辦法得分啊 直接熄火啊已經超前比分啊 那這個三井呢你看他直接拔起來的話呢我會 操不到比較不容易操得到 那這一球很可惜啊我應該可以在帝王操結操過去的 好三井找到三分線直草馬卡位直接拔起來干擾到 但球局4-3 哇很可惜啊這一球啊 因為我一直在看三井會不會後退啊 所以我不太敢太早跳你知道 就是太就是對 因為太早跳就會跟不到他的後仰 這有點可怕 好這一球呢被三井試破啊給他扒下來 時間呢還有1分半還是12比12 這個後仰很可惜沒跟到不過球彈得出來 櫻木搶下這個高籃板 那櫻木的位置啊比赤木還要來的好啊 好櫻木說他有大招那就讓你去吧 孩子GoGoGo Thank you very much 單臂爆扣 再拿回2分啊目前呢還是維持著領先優勢 不過三井啊應該是有一個大招要小心一點啊 那直草剛剛就在我面前突破了一次啊 我告訴我自己他敢再給我突一次啊 我就給他操爆 好吧可惜他這球離我太遠了我真的操不到 好那我一樣守著三井三井已經到了這個禁區內 我覺得他會轉身啊那這個夢幻步球彈得出來 居然是被我撿到我用撿的啊 這一場運氣啊真的是有點好啊 結果這邊沒回一場可惜那直接拔起來 帝王槍頭拒 你們看前面啊他們啊都沒來守我啊 這一次守我被我猜到啊 那邊來比分呢來到了16比12 好這依舊盯好三井你想被衝殺鬼 想要後仰嗎干擾到球彈得出來往右邊彈 櫻木搶下這個籃板 那這個時候呢我決定再來一個對王槍頭來蓋啊 3 3 再拿到2分啊 目前呢已經有著6分的領先了 哎呦這個直草愛心比起來是諷刺嗎 三井大招開起來球就彈了出來 哇這一場真的是幸運女神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啊 還好啊 我玩遊戲之前我先撩一下幸運女神啊 我跟你講哦這個運氣真的非常好 他們啊三井開大招還投不進啊 然後我們狂干擾狂進啊 現在變成我們反超8分啊哇 這三井還有大招啊 那這個轉身球進啊好不好這一球 該給了啦真的該給了 但是我們還有5分的領先優勢啊 不要害怕球不要亂送就好 基本上啊就是好好打沒問題啊 那現在沒有帝王意思哇 靠邊這球直接被赤木這個惡王 逆水瓶拍下來啊 那這一球呢又是一個干擾進球啊 我只能說啊對方真的很衰啊啊真的很衰 那三井最後一顆三分蛋會進嗎 哎呦又彈了出來 我覺得三井的大招以前比較強啊 現在好像沒那種感覺 以前都覺得很可怕啊 基本上投出去就進啊 現在好像干擾一下就沒辦法進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啊 紫草一大早清早了 那就直接開大招啊沒操到可憐啊 那這個花形後仰沒進 一幕再搶下這個籃板 我接到球之後來再來一個帝王槍頭 進 比分的依舊啊回到了非常非常安全的一個位置啊 這個安全性啊就很像啊 你媽說要去弄頭髮弄一個小時啊 那這個小時你盡情的玩電腦都不會被發現這麼安全啊 好了那這一場呢前面啊我就算是真的蠻驚險的 嚇一跳啊想說啊 走背0比9啊差一點的心情低落想要那個投降啊 開局被0開局被0比9然後最後逆轉8分了 真的是蠻爽的啊那這個是比較之前的比賽 所以還在王牌場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數據啊 這些數據分析給他分一下看一下最後的這個 呃數據表哈 那我們籃板呢是10比6所以這一場啊算是籃板領先啊 多了對方4顆啊 那地板球的部分呢是3比2啊 那我們就等於是比對方多了一個球權 那抄劫的話呢對方直草這一場只抄了兩顆啊 前面一開始真的有嚇到想說哦乾完蛋 我這個帝王分球啊不是帝王分球 這個一閃分球啊好像要被封印啊魔風波直接封到那個啊 你家的奶粉克林奶粉罐裡面啊 結果這場直草啊後面呢沒什麼表現 而且他也沒扛出一些這個得分啊幫這個三井扛一些得分壓力啊 所以呢這一場呢我只能說啊嗯再加上幸運女神很挺我啊哎真的是不得了 人長的帥就是不一樣啊啊看笑的啊其實雖然我也有養貓啦好不好 好了啊這一場呢帶給大家啦那我只能跟大家講這也是一場告訴你們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的比賽 0比9我們照樣笑著給他打完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好不好拜拜